偏头痛,忍一忍就过去了 头皮发麻,耳鸣,你有过这样子的感觉吗? 嗨,你好,我是Stella 是的,如果你有过这样子的感觉 你一定会清楚知道这个感觉是不好受的,是还是不是 还记得在2017年的时候,我是做自己的生意的 所以就面临了很大很大的这个工作压力 甚至晚上睡不好,久而久之呢,我的身体就出现了状况 刚开始的时候,就有这个偏头痛的问题 然后有头皮发麻,甚至去到脸部发麻,还有耳鸣 还清楚记得,当时我的孩子只有1岁跟3岁 他们经常在我的旁边哭啊闹啊 我这个耳朵,右边的耳朵是听不清楚的 我要用左边的耳朵去听 而且我的情绪也不稳定 也经常的发脾气,就是感觉很茫脏这样子 长期下去是不行的 于是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我要适应下去 我要习惯这个头痛 我要习惯这个麻痹 我要习惯这个耳鸣 这样子我的心情也许会比较好 有一天我叫我的员工,过来过来 帮我看一下我的脸啊有没有变歪 因为当时我的这个麻痹非常的严重 好像有人这样子压住我的头 非常的不舒服 我害怕,我担心我自己会中风 所以我叫他们帮我看一下我的脸有没有歪 我员工说没有耶 他们就叫我去看医生 可是我看了医生 我看了鼻科 我看了喉科 我也看了这个耳科 当时三个医生都告诉我说 没问题 可是真的是没有问题吗 一个正常的人 经常头痛 经常麻痹 然后经常耳鸣 是没有问题吗 不是的 感恩在2019年的时候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把这个东西丢给我 他一丢给我 他叫我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 总而言之 你二十四小时一定要把它带上 我说哇塞 这个东西这么丑 叫我带上去 成何体统 我不大接受 然后他就说 你要美还是要好啊 你的孩子才这么小 如果有一天 你在洗澡洗到一半 你倒下 孩子怎么办呢 值得吗 是不值得 于是呢我没有办法咯 我只有乖乖的把它戴上 戴上去过后发生什么事呢 两天 两天后 我打电话给我朋友说 我不要戴了 因为 当我戴上去 我的头更加的痛 我不要戴了 当时他告诉我说 放心 这是一件好事 恭喜你 你要做的动作 我只有一个而已 就是平常心 然后坚持 咬紧你的牙根 好好地戴 就可以了 相信我 于是 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嘛 于是我就相信他 继续地 把这顶帽子 丑丑的帽子 给戴上去 结果发生什么事呢 两个星期后 哎 我的偏头痛 没有了 一个月过后 我的耳鸣 也慢慢地消失了 三个月过后 这个头皮发麻 脸部发麻 也渐渐慢慢 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 消失了 于是我就很开心 我就打电话给我的朋友 我就跟他 报这个好消息 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我说 哎 我之前的这个状况 全部没有了 究竟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是神奇帽吗 他说 不是 这个不是神奇帽 这个是我们的 平谱安神帽 他说啊 平谱的原理 就是畅通 我们的微循环 那我今天把它戴上去呢 就是畅通 我的头部的微循环 这就是因为 之前有这样子的状况 是因为头部这个 微循环有严重的堵塞 所以才会发麻 才会耳鸣 才会疼痛 非常感恩 我当时就是这样子 傻傻的 就是这样子 简单相信 把这个帽子给戴上 然后今天 我才会越来越好 那其实朋友们 戴上去 真的是有很丑嘛 现在啊 我觉得一点都不丑 戴上去 很美 是很美 是不是 所以朋友们 我们的身体 的疼痛 我们的身体不舒服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是还是不是 所以 从今天开始 让我们自己 为自己的健康做主 然后为自己的健康买单 好了 今天就谈到这里 祝你今天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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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